请睁眼,请选择击杀目标。 狼人,请闭眼。 隐屋,请睁眼,今晚他死亡,请问是否使用解药? 请问是否使用毒药? 隐屋,请闭眼。 隐屋,请睁眼,请睁眼。 他的身份是? 隐屋,请闭眼。 猎人,请睁眼。 猎人,请闭眼。 隐屋,请睁眼。 白痴,请闭眼。 天亮,请睁眼。 现在开始竞选警长。 竞选玩家,请在3,2,1后立刻举手。 3,2,1。 上井玩家有1号,2号,3号,4号,5号,6号,7号,8号,9号,12号。 请9号玩家先开始发言。 呃,我是个好人,这把我不会退水的,我要吃这个警徽,呃,别笑,别笑,因为上一把有点不太服气,这把想重头再来一次,我是个好人,你们分不清预言家就把票投给我,点几张,3,5,6,好吧,几张有挂身份的,我不知道是狼还是神,反正分不太清楚,我自己是个好人,我刚在井上不退水。 语言家,我是找不到,点几个位置,好吗,我这么不屑啊,又在演,我已经不吃你这一套了,你是个好人,你就好好发言,过了。 这个十,十一都不上你,我再发乐,哎,那跳不起来了,好烦啊,还想跳一下,因为马上临近录制,所以准备练剧。 练习一下,跳冤家的发言,我不知道我跳哪里不好,你们总扔不下呢,我觉得跳还可以啊,对不对,哎,哎,跳的还行,嗯,酒啊,强景辉,哎,不是,我跟你说个最简单的道理,狼人杀的游戏,对吧,没有说外主委第一天分票出别人,也没有说跟冤家,强景辉,什么强身带的,那都是,两年前的打法了, 兄弟,与时俱进,好吗,创新才能致富,我不知道这个酒是个什么,但是这个心态就不像好人,我是个好人,我一定会为我心目中的游戏家退水的,所以,当我听到你们后主委,一到八里面,那个起跳,我觉得是游戏家的人, 我就会把我的手放下,就这么简单,好吗,演一演,演一演,别皱眉了,你看,上次说,上次说谁,一皱眉就是个狼,跟你年轻的时候一样,你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年轻的理事了,但你皱着眉,我就打你,打一打,打一打,过了,过了,打我,打,打好了,打,随便打,这个酒啊,有什么,你要打景辉啊,你要打景辉,你要打景辉, 因为心态不对啊,我是个好人,我跟十十一两位玩家对一个话,十号玩家呢,远道而来,最近刚理这个发,我觉得你这新发型,真的,游光成亮,是个好人,我呢,也是个好人,是这样,我最近站边呢,不太准确,我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来站一个边,所以呢,当你把景辉投给我的时候,我是一个好人,首先,你得确定我是一个好人了,然后我再站边,站完边以后呢,帮那个汉条老出了, 同理,当会话我就不说,我们俩这关系,这交情,好不好,所以,你们一会谁投给我呢,我就先帮你们把这个酒出了,因为他不老实,对不对,有点尬啊,是不是有点尬,我看你们反应是,那怎么办啊,要不我退,我也不能啊,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找到预言家吧,那学学这个六,找到预言家吧,前周围没跳,难度小一些,就这五,就这五,就这五, 别看我了,他是在睡觉还是看我,我眼神不太好,他眼睛比较小,当然也是一方面,那就五吧,那五,好吧,五你起跳,我强势站边你,你不起跳,我就吃这个景辉了,好吧,够了 我给你个机会,景辉了就留张十一,一茬沙,因为上一局我其实很不好意思,我上一局很不好意思说,因为我一直,我从头抱围保这个一,是因为,就哭哭在这里,然后狼起什么起,他都没有动,那我想一总会是个好人,我就把一从头到围保到,然后最后引人表出来贼尴尬,真的贼尴尬,我认为你锦上跟十一的互动太多了,我景辉了就先留一张十一,好吗, 然后,还有这个酒啊,你要锦辉,哦,你已经退水了,是吗,那放过你,我想说,如果你要跟我抢锦辉,不管你是什么,你都给我出局,好吗,锦辉只能是我二号玩家的,后面我建议你们就不要送了,好吗,就让这个一线去死一死,锦辉就留一张十一,一号玩家查杀,出局,过 这个游戏就很有意思,请会先时候十一,八号玩家查杀,不是,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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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他的发音一定是在汗跳的,所以说,他发一查杀,没关系,一自己紧吓了吧,因为,因为是这样的,我验人,一般只验这个八,我不验其他人,因为, 验八比较有说服力,那我就去,因为我的他没有同身份过,基本上,所以我拿游戈,基本上摸他全是查杀,那这次摸他又是个查杀,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不同阵营,对吗,那今天,先出我的查杀,八号吧,然后,晚上八,二号,读了, 验十十一呢,是这样的,因为每次我,我游戈,锦辉,你们都会说我锦辉不好,但是因为我认为,我会听,所有人的发言,我又不是留完就完了,对吗,我要听一圈, 我刚发言,有人占编我,有人不占编我,我去改,所以说,但是我,因为锦下了,就两张牌,十十一,那我就把十十一验掉,好吗,八号玩家查杀,出局,过了, 很重要,ouri糟了,也让他而成功了就是这样的赢,好吗,当然的拍下来是什么的, 所以你仅仅仅仅仅仅仅金的答案,whi Ohhh الت unserem Do you remember this? 但我不是跟你 我只是建议你不可以出这个四 我觉得二是个人雅 听爸的发雅 你在这个位置敢给爸发一个茶茶 你总归是把爸踢到一个责任的位置上 我觉得爸你如果说是一个好人 你应该凭你优秀的表水能力和这个像四的这种 恨意的散发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 那你四八是不是狼茶茶狼的格式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一一定是个狼 但是这个四的发言它也一定是个狼 就这么多 我认为要站边这个二 出这个一 我建议女巫读这个四 我是一个好人牌 过 过了 我先谢谢悠悠的佛跳墙 谢谢悠悠的佛跳墙 那人家说得谢谢 就是今天呢 一号玩家先出去 十二号玩家 你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知道吗 就你一十二应该是两张狼牌 我认为二十个原家 四应该是那个第三张 当然是他们眼里的第二张 起跳的那张汉条狼牌 三十十一里面可能只出一张吧 可能只出一张 因为一一定狼在什么地方 这个十二你不觉得他干嘛 你盯着锦下十十一和这个九 一张锦上说想一张好人牌想拿紧回 不是个原家的一张牌猛聊 那这个十二是什么呢 你先追你既然想聊那么多 你就把十二也定义了呀 你不聊十二那你就是个狼 那十二我听他发言 我就觉得就像个狼 这个上盘的我有什么区别呢 有什么区别呢 你都第二个发言了 兄弟我一般第一个发言才这么尬的 你不是第二个发言还能这么尬 你就等会儿跟着一一一起 就一起出去嘛 一一肯定是死得最早的那一个 你可能排在第三个 四可能晚上得这样吧 我们听你八的发言嘛 对不对 听你八的发言 八我觉得应该是个好人牌吧 应该是个好人牌 反正一十二四 三十十一里面出一个七项 可能比你的位置可能是个好人 八年可能是个好人 那锦下我认为得至少得出一张狼 三十十一 我本来因为只有十十一两张牌 到二发言之后三没发言 三原再锦下 三是退水的 那没关系 那十十一里面可能就真的 十十一里面出一张就比较正常了 如果三十十一里面两个好人 我们这个局不是好人都就喜欢上井 这一头在锦下游 能找个一两张好人牌真不容易 所以四十一里面 我就得出一张 反正今天先把一给飞了 就一是个狼 然后我认为四是个汉跳 十二也是个狼 五像个好人 五的逻辑我觉得还可以 好吗 其他也没什么太多好说的 就谢谢一有的佛跳跳 难受 你六号玩家这样发言 我们狼怎么玩呢 不是你自己拿个好人 你说你这个发言格式跟我上把拿狼 有什么区别 你六号玩家本来自己就是 已经是国服第一好人了 找狼能力就这么准 还硬生生把自己赖出来一个位置 那你说你让我们狼怎么打你 对吗 一号玩家自爆吧 这个六这么烂 管理一下 不是管理一下的表情管理 表情管理 笑一下 每次被查一下就这么讲 这个四还能是个预言家 这个八上轮是吃手刀的 我是个预言家 我被读的 八是个牛四 四个原家他去验这个八 这么没人性呢 而且你对前之位这个一 没有什么点评的 又在这位置 该发言人都发完了 好吗 国服第一好人说 总管是对的了 要么你们就打六十个了 反正我为了求生存 你又别读我 你先把我两个狼干了 先把这个一出局四次读 对吗 我是个狼 晚上打的格式是 这个一前之位坐坐 四起来汗跳 爆八茶沙 把八做为抗推 但是没想到被你们五六一眼识破了 那我在这位就打个造沟吧 好吗 就把一出了 那晚上把四读了 八总管是个好人了 八这么难受 哎 其实我在想 本来我想看 这个到底是这个一 为爱自报呢 还这个四 为爱自报 你们何必呢 因为你们这样这么用力的发言 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的心上人会被扛推 你们想过对方的感受吗 你们还是能吗 你们这种人怎么配有女朋友 我在这里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 心愿结衣是我的女朋友 大家以后不要再去骚扰她了 好吗 最后跟悠悠小福正比个心 谢谢你们的佛跳墙 我是个好人 我觉得六 不知道 我觉得六有点赖 六本来发言 我不觉得他一定是个好人 但是这个六这么赖 他只能是个好人 看着我干什么了 你赖啊 我是我是讲逻辑的 我是从逻辑上来说 四一定验不到八 除非你们说四一定是个没有人性的预言家 对吗 过来 因为 怎么说呢 因为二四里面一定有一个能退下去 我认为二可以退了 九叉叉 我是个预言家 呃 因为我不会去验这张死 我拿预言家不会去验这张死的 我只会去验这张九 你们两个 因为九在你二报一叉叉的那一刻 他退水了 你退了 你还能退得下去的 没关系 这轮先出九 因为其实我本来想验一的 因为我认为一可能是个好人 因为一只九在井上 已经做了一个 没有任何意义的操作了 九是我的茶叉 那一是他的狼同伴 两张狼人排在这里做一个操作嘛 所以我想把一放了 我本来认为四是个狼 因为二在那个位置起跳 给一一个茶叉 你在这个位置给我一个茶叉 我实在不能理解你的心态 所以我认为二本来是个好人 你退水了 没关系 先放一放 那二总会喊挑了 那一我就不验了 因为我认为 你们两个是个狼的话 你们夫妻之间差 不打这样的一个格式 我觉得也蛮丧心病狂的 所以我把一先放一放 我就验这张十一吧 你不是也要验张十一吗 我验张十一 酒茶茶 验酒的心路历程很简单 因为我每次拿预言价呢 我记得上一次拿预言价也是验张九 因为九的发言呢 同篇听不懂 我想保护他一下 那是个狼将他出局 也别在场上干扰好人的视线 这是我验酒的心路历程 是个狼就出局 是个好人 我希望他能够跟我走 这就是我验酒的心路历程 九啥啥就能出九 我认为五六七 六七是两个好人 这张五不一定 我觉得这张五不一定 我认为六七是两个好人牌 五我不确定 三不知道 好三不知道 九是张狼 一应该是个好人 二是个狼 我就验张十一 我是张预言家牌 好吧 过了 退选时间 三 二 不能 一 人在井上玩家有 一号 二号 五号 六号 七号 八号 八月 发言完毕 闭演投票 请大家闭演 三 二 一 睁眼 10号投给6号,11号投给2号 6号? 9号是二手的对吗?10号投给6号,11号投给2号 2-6PK,请 为6号玩家退水 请6号玩家先发言 不是,4号玩家啊,我只希望一件事情 上PK的时候,我一定会有刚才进场的期待 且,我不是跳原家的时候 我希望在那一刻,你敢勇于给我这个玩家,上那么一票 这我等会儿会给2号玩家退水 我认为8号玩家,还认为你是个原家 因为8号玩家,你聊的有个奇怪的地方 你可以认为2-4里面出,就有一个是炸身份的 因为你自己底下是个原家嘛,站在你原家牌的视角里面 但你看到4这个位置退水之后 就是,你是不是得盘 这些,他起到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盘 这个1是不是有可能是查查错的 因为你自己前面说1可能像个好人 所以你最后没验他,你说你本来想验他的 但你觉得他可能是个好人,所以就没验 这是你自己说的,那在2在这个位置查查了1 那4如果是个狼,是不是知道2查查错了 他知道后之位出于原家,他就给你丢了 在4没有退水之前,你是不是先要这么盘 2-4里面,中之位起跳了一张牌 按照道理来说,我们一般会认为中之位起跳那张牌 是不太能退水的一张牌吧 对不对,我们一般认为先之位是能退水的 哪怕你2是给前之位发了查查 4是给后之位发了查,但4在中之位 我们理论上都这么认为 而且前你认为1有可能是个好人 那你就去盘2查查错了 所以4在这个位置知道2不是一张原家牌 就是在搞这个1 因为1上一盘骗了这个2 那4在这个位置给你查查 就是知道后面6,7,8,3张牌里面 5,6,7,8,4张牌里面出原家 那你盘盘我们这边是不是有可能4次队友 你只有在他4放手之后 你才能去构建你跟2对跳的一个逻辑 所以我认为你在起手发言的格式里面 已经不是一个冤家的视角 这是我更想去站边2的 我从来不喜欢用状态来打你 当然你觉得状态不那么像 我站边2,我退水了 那我当然让你发完言 你想赶紧不留会怎么样的 你聊完了 你喊在下退水 在下就退水 小的先告退了 我怕他们自爆你快退水吧 快退水啊 快退水啊 是怎么办 ish 快退水了 快退水了 你俩有一笠 真的是5个一笠 怎么办 我觉得你可能自刀了 我从锦上开始说我的心路历程吧 你们认得下就认得下 认不下也不是我的事 你先退一退 首先我是个女巫 我是我的饮水 锦上二抱我茶沙 我认为她一定汉跳了 四起跳抱八茶沙 我认为四是个预言家 五在那位置没有逻辑的 直接说二一定是个预言家 四一定是汉跳 我当时认为你五是一张 晚上自刀了安排 六锦上我认为像一个好人 因为虽然你站错边 因为我锦上定义七像一个狼人 因为七跟着你六的话 七给你吹捧 你六国父第一好人 但是七打的全是强而 说四一定 一定什么 不会从人性上去验这个八 七打的全是尾逻辑 所以我锦上定义六 可能是个站错边的好人 七是个狼 那八起跳四退水 八抱九一个茶沙 那二跟九一定是两张狼人牌 我跟九 我跟你对话一下 因为我觉得你可能对四的定义 有一些问题 我认为四也是一张偏狼的牌 我不知道四 你如果是个好人 这把我认为 你四把两夫妻把我给害了 因为你四在井上 没有为好人做任何的事情 二在那位置焊跳 如果你底牌是个好人 你认为二是个冤家 你就说二是个冤家 如果你认为二是个狼 那你就知道 后座一定有冤家 你就说后座有冤家 我不知道你在这位置 起跳一个冤家 抱了真冤家一个茶沙 然后最后再退水 你拉低的一定是八的面 所以我认为你四如果是个好人 你是个没用的好人 你如果是个狼 我认为你的这番操作不错 跟二两个人打的格式 因为你二四两个 双狼起跳 抱一八茶沙 最后退一个就行了 对吧 最后可能是有这个格式 所以我认为二四 有可能都是狼 那十一你投了一张匪票 给这个二 所以我认为你十一也是个狼 十只狼牌 我很难定义 因为有可能 因为场上不可能有五个狼 六如果是个狼 那你十得是个狼 那狼是不是多出来 因为九是叉叉 二九现在是我已知的两张狼牌 所以六很难排进一个狼坑 那你上给六的票 你同样也很难像一张狼人牌 所以如果我说 就是二四五九 二四五七九十一 六个人里面出四张狼人牌 我是一个女巫 五是我的饮水 我晚上 本来不太想救你 因为我觉得你刘晓松 不大会迟到 平时不大会 但我想我们一会儿就要回去 最后一把 所以我就把你救了 这是我的心路历程 但我井上听你的发言 我觉得你特别像一个自刀狼 且我从二抱我一 茶茶的格式上来说 我觉得你们狼 晚上可能就是自刀 然后二抱我一个茶茶 因为为什么 我以前吃过这个亏 我晚上救了你 结果五在那位置 跳了个女巫 把我饮水返了 就狼晚上自刀 然后跳女巫 因为我是一个女巫 我不喜欢不救人 你知道吧 所以我以前吃过这个亏 你五如果一会儿跳个女巫 那你就一定是自刀了 你一会儿如果能站队边 那就OK 如果你站队边 我觉得你可能是个自刀了 好吧 我就点六个位置 二四五七九十一 我发言稍微用力一点 当然我也有可能是个狼 跳个女巫 对吧 但我底牌是个女巫 所以你们认同的就认同 不认同的拉倒 我也不跟你们多说 大家最会吧 玩得开心一点 好吧 八用点力 因为我觉得你对四的定义 太软了 我觉得四不是一张好人牌 偏狼 四如果你的底牌是个好人 请你以后不要下玩 因为底下好人偏多 老党就算了吧 老党算了 我觉得你 因为老党是一个挺轴的人 你如果好人站出边 你这把头给二 你在井上不相信我 我井下劝不回来 当然你是个狼 你一会儿帮 二掰也行 九是个狼 你也不用苦瓜脸 你们狼队大以后 不用这么苦瓜脸 开心一点 你们看看这个九的表情 你们再回想一下 我刚才的表情 你们觉得谁更像一个狼呢 对不对 九你的狼队 有抱过一个茶沙 得到场上所有好人的信任 你这么不开心干嘛呢 对不对 跟你说一说 好吧 我是一个好人 木木应该是个好人 都打哈欠 四啊 不知道 十二 六不太像个狼 六如果是个狼 场上狼要多出来 好吧 就这样吧 我是个女巫 我是我的银水 今天出二 今天出九 晚上堵二 好吧 信我出九 不信我就把我女巫出了 你们也不要投到八团上去 无所谓 女巫出了没有双死 起码也能证明 对吗 还有个逻辑 我是个女巫 狼必须还得跳一个女巫出来 那你就自己跳吧 好吧 自己跳 那今天我们一九PK 就这样 你们外主要跳 那就多送一个 那我一言的时候 怎么四个狼都早吃 好吧 过来 我先说一下 我觉得四一定是个狼 因为 在二的视角里面 四得是个狼 在八的视角里面 四也得是个狼 二的视角里面 如果一真的是个他的查杀 四在这个位置地方起跳 一是个狼 看到一个四好人牌起跳了 一就爆 因为后追五跟六都打了四 那一就爆 四就吃毒 所以四一定打不了一 四一定只能认一是个女巫 如果在八的视角里 那四在这个位置 他起跳做什么呢 四起跳只能说是做敌他冤家的面 对吗 他只能说 他看到前之位 一个这么有力度的冤家牌起跳了 四在这个位置还要跳 那他只能说是做敌后面人的面 所以在八的视角里面 四也得是个狼 所以四是个公共狼 四就吃毒 一跳了女巫 我真的觉得一有女巫的面 因为一给五爆了饮水 我觉得一跟五也只能共面 一跟五也只能共面 如果五是个狼 一有可能是个真女巫 五是个好人 那一一定是个女巫 这个逻辑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认 因为 如果五这个位置 是个好人 一是个狼 他给五发了个饮水 他没有必要再去打五 他直接外聚 随便发个饮水 他去骗别的人的票也可以 他没有必要给五发了饮水 还要去打五的 所以我觉得一跟五要么就是两个狼 一给五做了个身份 要不然就是一是个真女巫 五可能是个自刀狼 要不然就是一跟五都是好人 不存在其他的情况 所以五也打不到一 然后十一的票给二 我觉得理所应当 但你们玩的游戏 我觉得蛮怪的 我也想要一个能查杀我的女朋友 我也想要一个 我觉得四是个狼 我其实真的不赞同外聚出人的 但是这把我是很想出四的 不过没关系 我听一下吧 因为一跳女巫 跳的确实挺好的 我觉得他像个真女巫 前几六打我的逻辑是不对的 我是个枪 我明着给你打吧 我站八的边 我觉得一是个女巫 四是个狼 四是个狼 在那个位置 如果四跟八是两匹狼 四没有道理说是 在把自己狼同伴卖出来 拉低自己狼同伴的面 做个身份 所以我觉得二 四 九是三个狼 外聚在开一个 有可能是锦下冲票 这个十一 二四九十一 五就得是个好人了 因为五你是个好人 一 你想一是个狼 他跳了个女巫 他干嘛非要给你五 一个好人发银水 他给外聚狼同伴 发银水也可以 对不对 他给别人发银水也可以 他没有必要给你发银水在打你 所以五你是个好人 你就打不到一 二起身发言 我觉得除了查杀一 没有其他任何亮点 对吗 就觉得自己查杀了个一 别的没什么 而且一的锦上发言 我听着还可以的 尤其是他打了九 我锦上是打九的 我锦上就说九 你在那个位置不知道做什么 他要锦会 他上一把已经干了错事了 他这把 我觉得他是个好人 没有道理 有这么好的心态 所以我觉得九是个狼 我这轮会出九 我姓一是个女巫 八是个冤家 六七都像好人 三是个好人 因为三游离于这个游戏之外 我看了他好久了 所以你要让我 硬要让我排坑的话 我也觉得一像个女巫 好吗 我是个枪 我号票 我站八的边 没有问题了 过了 你是个枪吗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跳个枪 我觉得十二不像个枪 好吧 你简简单单说 谁打你是个狼 打错了 我是个枪 不是关你屁事呢 这能跟你有什么关系 哎 女巫被查杀起跳了 这预言家 那预言家 说不定后面还要起跳一个女巫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跳个枪要站边八 我不知道 好吧 你如果是个枪 那我觉得你是个神经病 我如果是枪 就在这里把票结了 出四 你也别冲我笑 你心态一定是个狼 你起身告诉我 二汗跳了 你给后志卫发个茶杀 你的视角里 二汗跳了 后志卫是不是四张牌 出预言家 你给预言家发个茶杀 然后退水 那你是干嘛呢 你就今天四出局 好吗 我跳平民归票四 可以吗 是你的心态 一定是个狼 因为你告诉我 二是个汗跳 后志卫是出个预言家 对不对 你把你给后志卫甩个茶杀 是不是四分之一概率 甩中真预言家 那你在干嘛呢 你呢 你还能是个好人啊 我不管这个一 在跟我演 还是个真女巫 我认为二的发言 像个预言家 且四的行为像个狼 四和八像是认识的 四发自己狼同伴 一个茶杀 然后八在这位置 劝四退水 那我不管 这跟我都没关系 我今天也不想战边 我不背锅 我就出四 我认为十二可能是个 不知道是冲锋还是倒钩 关我屁事 后志卫跳个枪 我就今天先出这个十二 我觉得你的心态 不像个好人 我觉得四心态 不是好人 我会投四 我不背锅 我也不战边 因为我觉得一 演技还可以 对吗 你如果是个狼 你演技真的还可以 刚刚有一点啊 十二有一句 我觉得十二说了一句什么 十二说了 我觉得一像个女巫 我觉得你跟一认识 真的 差点脱口而出 一是个狼 对吗 真的真的 我听得很仔细 因为你在你挑恋人那一刻 我就觉得你的心态不对 不像个好人 但是 没关系 如果我定十二是个狼的话 那基本上 就一 八 四 十二 就是四个人 我今天会出四 好吗 你们谁跳枪我就出十二 没人跳枪我就出四 我一定挂票四 因为我觉得四的心态是个狼 没有一丝丝好人面 你是个好人 就在这位置评论一下一和二 对吗 二查杀了一你就评论一下一和二 你给后志位一个真语言家发个查杀 你先拜拜 再见 诈身份就先出局好吗 我认为你的身份一定是个匪 我很希望后志位有人能 不是这次身份都跳完了 还有谁能跳出来呢 跳个白痴吧 票结了 我出四 我不管你们投谁 我一定出四 过 为什么呢 你看看你上警 你抢个警惠干嘛呢 我跟你说 如果今天是JY在你六号那个地方抢警惠 他能让二号退水 对吧 我不用你验人了 我来我来点四郎 我来带队 你不用你管 你上警干嘛呢 抢个警惠 我一会就让给你二号 我一会就给你给你 我你来验人你来人干嘛呢 你抢个警惠干嘛呢 对不对 你有自信 我不需要冤家验人 这个队我带了 我六号一个好人 轮轮我给你们出狼 对吧 我跳个枪 对吧 狼也不敢当我 轮轮我出狼 那你牛逼 对不对 你抢个警惠 二号给你给你 我就给你上一票 我就想看你什么反应 真是 你这是干嘛呢 你看看酒 这么多 大家都老老实实实的 我把这个警惠往下 你拿 你就投影 我就给你来一票 陆PK 你最好刚住了 最好把这个警惠抢下来 好吗 然后那个预言家就说 不是我不知道 你六号玩家 你给我 你如果是个好人 你给我抢警惠干嘛呢 你要警惠有什么用呢 你给他的回答就是 我不用你验人 因为我伦伦可以找狼 对吧 我身份一张听不错 我最牛逼 对吧 预言家为我服务 对不对 我吃到我把警惠给你 你吃到就会滚 对不对 那你牛逼 你抢警惠给人二让了 我以为你多牛逼呢 这是先对你六的发言 这是捶你进土里的发言 好好学 门派掌门 然后一号玩家 我不跳女巫 我不跳女巫 别紧张 别紧张 只是啊 咱们讨论一下 如果你真的是个女巫 如果你真的是个女巫 哎 这一票要不掉了 对吧 我是跟六走的 六那一票 你要不掉了 我跟六走 我这票你要不掉了 五号你饮水 你第一天要还自刀 就那种感觉像是什么呢 就是随便报了一个饮水 然后你又怕她是个女巫 不是 我给你算票 我给你算票 然后呢 十二跳了枪 要站边八 要八十四先出了 哎 不是 我其实有一段 很好的发言 我想留在 Panakio上说的 但是我今天不说 不说这个发言 我就说啊 咱们讲道理 四号是接了双叉沙吗 还是四号是怎么着 一开始跳渝言家 后来跳个女巫 现在跳枪了 对吧 都没有做吧 哎 你们这轮要出四 我跟你说八号 到你那儿 你就得把票结回来 这两个都想跟你单边 就把票结回来 谁出四先把我八出了 对不对 跟不跟四有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 哎 两个一个枪 一个井下的 我是个好人 十一 我觉得有可能是个狼的人 要把票结了出四 然后呢 井上有两张插杀牌 一个一一个九 不知道 没听九发言 不定九身份 一的身份 觉得可能是个女巫 然后八的身 八的边就占了 那你 我如果是四号的发言 我发言贼赖 对吧 我四 我在这儿说 你们盘 我跟二共边 好 二起跳 查杀了一个女巫 我四起跳 给后置为一个预言家查杀了 这个时候是应该二退水 还是四退水 是不是应该二退水 好 二没有退水 那你再盘 如果我四跟八是两张狼人牌 我四 在你们视角里是公共狼 对吧 我四跟八是两张狼人牌 我在井上先这位 跟八号狼插杀狼 八硬着头皮要跟我干了 要让我退水 对吧 那是不是先出八 怎么就出四了 对不对 四十一张可以吃毒的牌 我觉得没问题 在一号 在十二号那个地方发言 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到了十一张 要把票结死了 把出 把四给出出去 说一定要四 出局 因为怕背锅 怕背锅就弃票 一定不背锅 对不对 我目前啊 一这个位置 只有他唯一一个跳牛的 九 建议不要跳 跳个别的身份 好吧 舞要跳 我就支持你 为刘晓松打卡 好吗 希望你能跳一个女巫 好吗 真的 你要跳女巫 我一定把一出了 因为一拿狼人牌太厉害 你知道吗 太厉害 你看不出来 对吧 我只能用事实说话 把一出了 晚上没出双死 明天就把这个 二五两张牌给干死 好吗 可以吗 我猜 对吧 所以我只知道 对跳去分辨 对吧 一九 目前一九的轮次 没有人跳女巫 我就出九 有人跳女巫 我就出一 如果五号跳次了 我就出九 可以吗 OK Go 首先我有点沮丧 因为 要不是因为 这个二是个预言家 这个八聊爆 我可能打不过这个一 一因为底牌是个狼 所以他可以跳任何身份 我底牌是个好人 所以我不会乱跳 首先我认为 十是个好人 十一是个好人 十二是个真枪 我们四两好人 所以一八是两个狼 我认为三在井下是个狼 五 跟四出最后一狼 因为一在那个位置 井下一共三张牌 三十十一 三张牌 十一投票给二 如果十一是个倒勾 因为在我视角 二是个预言家 八是个汉跳 一是个查杀狼 在井上你有发过言吗 那先放一放三吧 因为我觉得十十一都是好人 首先说这个十一 十一因为上票给二 二是个预言家 所以如果十一 如果是个倒勾狼 不会在这一轮去号票出这个四 他一定铁站二的边 去把一出了 一在那个位置 起跳了个女巫 抱了五一个饮水 他却去打五 我觉得五可能是在井上 倒勾二的一张倒勾狼牌 十这个发言总归是个好人 我觉得十二一定是个真强 因为我比较了解十二这张牌 十二如果是个狼 汉跳了一个枪 他一定去站边这个二 他一定会去用自己的发言 去脏这个二 所以我认为十二 在这个位置站错边 站了八的边 十二就一定是这个真强 我们四连好人 所以一八是两个狼位 八为什么是个汉跳 首先六在井上已经打过了 八你的发言框架就一定是个狼 首先你认为二四里面 其中退一张 那你一定大概率会盘四 会不会退 二会不会退 二退是什么情况 四退是什么情况 你要盘四 二如果退 你要盘四 知道二这张茶茶是发错的 或者说四 为什么能精准找到 能找得到你 除了二这张茶茶是发错的 五六七 是不是还应该再出狼牌呢 你认为六七是两个好人 你井上就说六七是两个好人 你说五不知道 那六七是两个好人 五是不是个定匪呢 所以四在那个位置 你们后周还有四张牌 能精准找到你八 而且你八有一句话 聊到最爆 你井会就留到十一 你原话是这样的 说二 你要去验十一 我也去验十一 你还能是个预言 这样吗 我觉得三 在井上 那你 是不是因为二给一发茶茶 你就直接退水的吗 那狼坑就是一 四八 一四五八呀 没位置了 五是个井上倒戈狼 一再给五做身份 我觉得六七都是好人 因为在十二 十二你视角很怪 你要站边这个八 虽然我认为你是个枪 你认为六是个好人 那六打的位置是什么 六我认为二是个预言家 你认为二是个汗跳 一是个女巫 六打了一 说一是个狼 认为你十二在井上是个狼 一在井上就打了你心目中的女巫 打了你一张枪 你认为六是个好人 我跟你十一对话 你因为这一轮号票要出这个四 因为你在这边把票结四 狼队会冲票 说不定我久就出局了 好吧 今天就出这个一 真女巫一定在后座 麻烦晚上帮我读掉这个八 好吧 我自己是个好人 过了 我发言就用力一点吧 因为我听一的发言已经很用力了 你们 因为我不怪你们站错边 因为你们的视角跟我不一样 因为我验了九是个茶杀 九在二发言 报一茶杀 他退水了 因为一在井上跟九干了同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不认为一九是两张狼人牌 在井上干了同样一个 没有任何意义的操作 所以我把一的地位呢 比九排的高一点 我认为一可能是个好人 就这么简单 我认为井上十二是个好人 因为九发言之后十十一没上进 十二的反应不像认识九 所以我没有去弄这张十二 那你们说我不应该把四放下来 那我就给你们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为什么我会把四放下来 在我的视角当中 当时是不是二四在这里起跳 二抱了一个茶杀 四抱了八一个茶杀 我底下是个预言家 那在我视角当中是不是二退水 四在这里刚折 那我是不是很难辨呢 因为你们后置为五六七当中 因为我认为你们六七两张像好人 那是不是四在隔着五六七三张牌 还有八 他直接精准查到我呢 所以我当时压力很大 这么简单压力很大 但是在我的视角当中呢 我有一个思考 因为三在那里去给了二退水 是因为二抱了一一个茶杀 力度非常的大 你们站边二的逻辑 唯一一个不就是因为二是一的老婆 他抱了一个茶杀 所以力度很大吗 那四可不可能 他抱我八一个茶杀 让你们觉得四的力度也很大呢 所以我没有敢把四打四 我认为四可能是个好人 我也不把他完全保下来 就这么简单 我不把他完全保下来 我希望你们听得懂我的逻辑 因为我认为二四如果是两张狼人牌 就二退水四杠着 所以我想把四先放一放 听得懂吗 那我再来回应这张九 九这张狼人牌 他的发言我通篇不想去提 那我只想提一点 我为什么要去验这张十一 因为二在那里去给了一一个茶杀 我验了一个茶杀是这张九 那是不是第一天怎么推都推不到两个原家呢 在你们的视角当中 那是不是两个人同样去验一个人 去定一个人的身份 对你们好人的视角是最清晰的呢 所以我想去验这张十一 这就是我的心路历程 为什么要去验这个十一 听得懂吗 那我再来去盘 我认为十项那张狼人牌 我想去验张十 因为十一在那里去说 他要出这张四 因为我把四放一放了 因为我认为二四在那个位置 就二退水 让四来把我擦一擦 刚的跟我干 我一定可能干不过 你们自己去模拟我的视角 来去看待这个问题 因为在我视角当中 我认为十二跟一 井上行为都偏好 九是一张茶沙 三在那里直接为二退水了 我不知道你是这张什么牌 井上前志位这张五 你们听五的发言 五在那里井上直接去把这张四 噼里啪啦一顿乱打 说四你一定不是 为什么呢 那在他视角当中 是不是有可能 二有可能是个好人 他听出来一井上发言不好 所以二在那里去榨了一波 一的身份呢 他为什么就噼里啪啦 把四打了一顿呢 所以我认为五在那里 是一张看眼视角 他就打了四 所以我井上说 我认为六七偏好 五不一定 因为在我视角当中 我不认为五是个好人 这就是我的心路历程 我希望你们听得懂 我所有的都告诉你们了 我验九的心路历程 我井上也跟你们说了 我今天就会去验这张十 我希望你十二 十二一定是敢枪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你们一定要思考 如果十二是个狼 那外之卫一定有敢真枪去拍他 那第一天的轮丝 是不是就一定是枪的轮丝呢 是不是就一定是枪的轮丝 两张枪反正都能翻牌 是不是一定枪翻枪的 是不是这个倒影的 晚上女巫还有瓶毒 所以十二一定是敢真枪 那十二是战边我张八的 我跟你十二对话 你十一呢 你是个好人的 我希望你就压手 你不用投票了 因为你投不出去这个四 我希望你十二呢 不要分票 就跟我一起出张九 今天就一定是九的人次 在我这里一定是九的人次 我把票定死 我认为十是个狼 因为十在那里通片的发言呢 上来呢 噼里啪啦跟你溜一顿乱沟通 他有什么逻辑 有什么理由去第一句话 去聊你这张六呢 那前之位已经 譬如他十一说 他不信这张十二 二跟八 一二八九四 五张牌 这么焦点 盯着你六一阵狂聊 他在干什么呢 然后聊到后面 聊一聊一聊 说聊票情 聊谁是牛 聊谁是枪 你第一时间干嘛去了呢 所以我不认为十是个好人 我今天晚上会去验这张十 反正晚上我倒不了牌 因为二也出不了局 晚上我明天会告诉你 时事 什么身份 张四 你有什么 先藏一藏吧 反正不是你的文词 好吗 我希望你不要乱跳 如果你跳了张女巫呢 那当我 当我没说过 因为我认为你不像个狼 因为我如果把你直接扔下来 我怕好人打 那是点打我 这就是我的心路历程 好吗 我是张预言家 今天出九过 暴飞啊 兄弟 如果你挑了个女巫 这句话当我没说过 不暴飞吗 你还能是个冤家 因为在你视野里 你一定认为这个二 前之位抱一叉杀是抱错了 这个四在那位置起跳 抱你一个八叉杀 四是出来跟你焊挑的 二是炸身份的 在你眼里 你应该定义为一二两张好人牌 四是跟你焊挑 紧张视野全走 而且你在那位置 你一定会觉得五六七里面 一定是出了狼 所以他在那位置 能精准查查到你冤家 你跟我说四 还有可能是个女巫 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 这把是四郎上井 因为我觉得十跟十一 都不像狼 因为十一在这位置 紧张是投给二的 十是投给这个六 但他紧张去打了这个一的 那他打了这个一 我就把这个十放 而且我觉得十的发言 不太像个狼 因为我四张女巫牌 六是我英选 你晚上你就把这个五翻了 因为我不知道 一在这位置是给五做身份 还是他想拉五个的票 因为他跟五的对话太多了 十二你要去站边吧 我不会那个这么 我不会来过多劝你 你有你自己站边 我也有我自己的站边 因为在我世界里 我是上帝视角 而且我不认为 一二是狼插杀狼 因为如果一二是 狼插杀狼的板子 六在六七 这个位置都站边了 这二一就直接自爆 那我师父一定 八只要发言了 我大概率 我一定会读这个八 对吗 因为我们在我们世界里 我们都是前周围 站边这个二的 我们当时是定义 在二四里面 我们是选择这个二 那八在这个位置 起跳四退水 如果狼插杀狼 一在那位置自爆 我吃到 我师父大概率 直接把这个八读了呢 所以我也不觉得 是狼插杀狼 所以你把这个五定了 就差不多了 因为我不觉得 十四个狼 十三那位置 是打了这个一的 不过没关系 十交给你六关里 我觉得他对你的对话 太多了 十号玩家 看我胸前 垂金处理 你再对这个六不进 晚上一拼毒 就撒到你头上了 好吗 就撒到你头上 只要这个六说 你是个狼 你就一定吃毒 把一出了 好像我就把这个八破了 四明天排队出 其实今天 还有这Planet B 还有这种方案 出四也可以 四在我眼里 一定是个定狼 因为我觉得 井上是四狼打格式 四八两张狼牌 是在做身份的 你告诉我 四是个好人 在那里有 他要给你八丢茶叉 为什么丢茶叉呢 他一定是认为 冤家面 比较大的情况下 才会给你八丢茶叉 因为他想 觉得八像个狼 把你发言打变形 你再多问 你觉得四 还有可能是个好人 什么四跳个牛 在你眼里 一定是二跟你对跳 二跟你对跳情况下 你不盘狼茶叉 狼衣 是不是一定是个真牛 这个四不是个狼吗 四哪个好人 什么时候炸过身份 而且十二号玩家 试张枪牌 十二号玩家 试张枪牌 我七试个牛 你四有试个什么呢 你十二号白痴牌 在那位置 一定会对爱的发言 作为点评 而且你觉得 你紧张发言 是能退得下水吗 你说 这局很有意思了 八号玩家 是我的茶叉 你试张白痴牌 你紧张爆八茶叉 可能吗 你就一杆枪的情况下 才能发出这样的言 但十二号在那位置 立杆枪 没关系 你四挑枪 今天就出你四 好吗 也不用分票 因为我根本无所谓 一四八 谁出局的 你就听六规 因为六是个场上名好人 一圈下来 所有人都告诉你 六是个好人 而且六是我的饮水 国服第一好人说出谁 国服好人 一定能出到狼 不是给你压力 你十二号玩家说 这个六出不到狼 对吗 你今天就帮他们 你就帮他们点三郎 好吗 哪怕你点什么148 不是什么跟风女巫视角 是你自己盘出来的 我顶上 我女巫视 参考了你饮水意见 我才去战边爱的 我根本没听出什么 爱是个冤家 是个狼这种 我没听出来 我听我饮水的 饮水说今天归四 外周围所有人 就把票打在四头上 谁分票 谁赤足 好吗 他说出一 那就把一出了 明天一定有双死 我一定是个女 八一定赤足 好吗 差不多就这样 你就把五一了 紧回来留个五 我觉得差不多 游戏就结束了 你去定一下十的身份 因为十比较多多 但我觉得十的八爷 不像个狼 他跟你对话太多了 你时常吃到的牌 你跟小阿K对话这么多 他是我的饮水 又不是你的饮水 本来其实我这把 景商想 我上把没什么游戏体验 我上镜 我本来这把 我想说 哎呀我认个牢 我景商发言 我是说 女物别读我 女物别读我 因为我自己是个女 我想做一下我自己身份 我想积个身份 但一号玩家 贡献做到了 你找到我了 那没办法 阿玛克 再见 拜拜 听国服第一好了 各位票吧 过来 先谢谢 谢谢悠悠的火调墙 有前面真有 真有 先谢谢悠悠的火调墙 然后 不是你不出衣的 你这么让我 我 不是你 你我真是好人啊 我现在讲盘的是一四八九 罗汉 狼嘲嘲狼的 让我感觉就是什么东西 不是你跟我说什么 你认识谁是好人 你认识谁是好人 你认识谁是敢枪 所以你你你自己是个好人 我们四连好人 所以一八是狼 不是 这是 埃塞俄比亚来的小学生逻辑 我就很久没有说这句话了 因为这些都我就很少有 有人能聊出这样的发言了 不是什么 我们四连好人 所以一八是狼 咱们以前有这样 玩逻辑有这样发言的吗 这是逻辑吗 你是网杀打多了吗 你自己没玩网杀呀 什么三角钻纳的学那么多 三平方四平方让你学 但是一啊 今天先出一好吗 我会倾向于轮次就简单的定在一九 跟四暂时这一轮没有关系 跟四暂时这一轮没有关系 我倾向于出这张一号牌 因为一我觉得就不好 我觉得像一张狼儿牌 为什么呢 他打的位置 你自己接了一张叉杀 你的视角一定是 就跟上帝视角一样 对吧 在你心目中八十一张预言加 九十个狼 二十个狼 你只需要找外追两张狼牌 你外追两张牌 定的位置是五 你的一张饮水牌 七 还有那张十一 没有错 那四是什么呢 你总得定一定一四的身份吧 你不打我 我都能接受 但是我不太能接受 你就这样 而且关系 这张七号牌是你 你心目中的一张预言加 锦上保的一张牌 八锦上保了六 保了七 你都不跟这张八号牌去对话 你说这个七可能是一张狼 要不然让他把这个七给验了 再听听我的发言 让他考虑改一下 自己的锦会流和颜言的位置 所以我不认为一 二张女巫 我比较想初一说实话 出错了 他出了一个带毒的女巫 那他妈就带来了 这怎么就 你们现在怎么都 都跟街外一样 他妈恶虚威 就整天就 就就指望着我翻车了呢 但是我就听到这个酒 就你不能 不什么 还能撩住东西 来不 初一啊 反正我初一好吗 我觉得好人嘛 不能怕背功 那种什么 什么十一号牌 什么十号牌 怎么一天到晚说 我不知道谁是狼 反正十一四大概就是个狼 我们今天先出四 都是什么 怎么了 你还不是少女 你们这边没有点杀功能的吗 把这些事也点 但我真的对酒也很带病 所以我能盘出来一四八九 这种很奇怪的 因为酒在那个地方 说了那个逻辑之后 他的狼位说四五出一浪 不是你不是认识十一是好人吗 那他们都把那个十二 你也认枪都把四打死了 你说四五出一浪 就是你的发言 我就真的听得很奇怪 所以我脑子里面 我听了七跟一的对比之后 我觉得七更像个女巫之后 我的脑子第一反应就是 是不是会不会一四八九 不是 我发言时间没到呢 干什么呢 我们控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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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就出一好吗 别跟我 别跟我 我 我出一 我出一 反正我觉得一七 一七我跟青江七上个女巫 我想出张一号 一号牌 过了 五号发言了 不是 首先这个一七 我觉得七更像一个女巫 那你都认为二和八里面 二像个预言家 那一当然是个茶茶了 他像不像女巫又能怎么样呢 这就是你一个国服第一号人的逻辑吗 我想不通 那我觉得一一定是个狼 四一定是狼 八一定是个狼 我觉得这位狼有可能是这个十 我告诉你八 为什么一定是个狼 我先把这个十一保了 因为我认为四一定是个狼 十一在那位置说要分票出这个四 十一是紧下给二上票的一张牌 在八的职业里 十一得是个狼牌 刚才八最后跟十一说了句什么 十一你要是出四 我建议你压手 那你默认十一是个好人了 在你的眼里他可是张狼牌 这个一 一张汉跳女巫 说我是张盐水牌 是觉得我好骗吗 然后还能盘出来我自导 你少打点位置 你都能打出几个位置的时候 你还能把你自己的银水算在里面 你说你 难过 我真觉得很难过 你这么打我觉得很伤心 要不然咱今天 是你能活下来了 在我的世界里以下 你能活下来了 本来是初一独四 但是今天你的爱人出来了 他带着爱的力量出来拯救你 那今天是八十独的轮次 对不对 初一独八 明天四出局 我觉得最后一张狼牌可能是这个十 为什么 现在为这个十一十二 我认为都是好人 都告诉我 外之位不要分票 出了一张定狼四 十说了 今天不是四的鲁次 觉得你们别分票 为什么别分票 我觉得四是狼 出他呀 为什么不出呢 我的狼可能就是一四八十 下回不是说分不分情预言假 人家在茶茶里 记住那叫茶茶味 你都认为八是个狼了 那一是什么 过了 我是个好人 首先我跟全场的好人道歉吧 可能自己乱完了 所以导致你们好人的视角不清晰了 首先我先点我认为的狼吧 因为你们前之位一定有好人 我认为 一是个女巫 我认为八是个预言假 我认为狼坑是二 九 七 外之位可能是这十一 首先我们排一个最简单的逻辑 因为如果一是张狼人排 他一定报真营水 对吗 因为他万一他报外之位 因为你七号玩家说六号是一张营水牌 一号玩家说五号玩家是一张营水牌 万一他外之位报到一张女巫怎么办呢 对吗 所以狼汉跳女巫一定是报真营水 没有报假营水的说法 第二 首先我认为 其实我当时认为十一是二双了 因为首先你们分性轮次 首先两个冤家对跳 二八形成对跳 他们两个人分别都有茶茶 八的茶茶是九 二的茶茶是一 那么一定是一九或者二八的轮次 对吗 一号跳女巫如果你们不敢出 那一定是二八预言家的轮次 看女巫开不开得出这瓶毒 那你们要说出到我四号 因为说一下自己侵入历程吧 首先我之前说过 就是我前两局 因为我一般不拿预言家 不太上井 我前两局都在井下 被你们捶了 那我就想上上井 因为我认为八号玩家 如果底牌是张狼人 我这样去炸他 他一定会自爆 是我一晚就想好了的 所以说我就起跳 去炸了他 可能 因为我真的 我拿预言家发言不是这样的 因为可能我太久没拿预言家了 我觉得你们没怎么跟我玩 所以说可能不太清楚 拿预言家发言 你们都觉得我这发言退不下去水 但我其实真的是在 扎这八的身份 且八最后接到我的茶沙 他起跳了 我认为他是个真预言家 可能说这局 如果说好人输了 可能我自己要背锅吧 但是我认为 我认为八是个预言家 我今天想出这酒 最后一句 我底牌是张白吃牌 过来 底牌是张白吃牌 炸白吃啊 那我给你们炸好了 因为你 我还用打你是个狼的原因吗 因为你站边 你说一是个女巫 你说一是个女巫 因为他不会抱 他是个狼 不会抱假音水 他可以抱他狼同伴啊 狼同伴永远都不会烦水 对吗 你都没有盘过这一点 我因为你紧上给八 发了个茶沙 我看八表情 特别特别难过 我觉得不具有的想 是什么样的牌 接到一张茶沙 会是这样的表情 你解释说 你是个预言家 我觉得可能 你被狼同伴 接了个茶 你接了你狼同伴 一张茶沙 所以你特别特别的难过 因为信二出一是个狼 信四出你还是个狼 所以你只能自己 在起跳了 我觉得一是个狼 我觉得五啊 比如他打倒钩的话 你们就让他放 就放一放他 让他多那个什么一会儿 多玩一会儿我不想攀他士郎 就你五十开宴 随便你 好吗 我是个白痴 轻易撕出去 不是 要不咱们今天先翻这个四 你们不就想扎扎白痴吗 我卖给你 好吗 初一过了 厌五 首先我现在谢谢一八两个狼 这么尊重我 因为我认为我只要说出一茶沙 我是个预言家 叭叭就两连抱把我抱掉了 然后我就在旁边玩狗了 但是我很谢谢一号八号两个人这么跟我变 就出人有个轮次嘛 一是我茶沙的一个明郎 先出一晚上八号吃毒 然后再出四 一四八肯定跑不掉 然后我再去厌五 就六号玩家不要担心 我是个预言家 这个游戏不会输 好吗 因为 真的我就觉得一四五八 没跑了 但是五号玩家这么帮我号票 我一定留你一轮 我厌你好吗 厌五出一 就别的你们该说的也说完了 而且二号四号玩家 我跟你说 为什么你的逻辑爆炸 因为你在你那个位置 在我发文言 你给扒一个茶沙 那你是认我这个预言家 还是不认我这个预言家 如果你紧上就不认我这个预言家 那预言家一定出在你后置位 你给扒丢个茶沙是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认为你们两个可能打格式打崩了 秀爱也秀崩了 好吗 初一 读八 然后白天起来初四 警规一 过 警规一 发言完毕 闭眼投票 请大家闭眼 三 二 一 睁眼 一 一号玩家 北放主 请发表遗言 二四 七九 最后一个狼是比较难找 我倾向于是个四 应该是四 因为四的你的票也一定是个狼的票 你如果是个好人 你已经做了这么错的事情 最后还分一票三 所以你一定是个狼 无所谓了 接下去全是废话了 因为这句已经结束了 夜宵总会是你请了吧 对吧 然后我 我直播间的弹幕呢 你们可以礼物就刷起来了 对吧 然后你们狼 拍 拍四刀 快点吧 快点吧 过了 三十百吃吧 三十百吃吧 继续玩 那你们来吧 那你们来吧 天黑 请闭眼 狼人 请睁眼 请选择击杀目标 请不吝点赞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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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女巫 请闭眼 预言家请睁眼 请念人 他的身份是 一言家 请闭言 天亮请睁眼 昨天晚上 八号玩家 死亡 没有遗言 请警长组织发言顺序 对 我想先发言 先嘲讽一波 这个一号 上次我在GIC拿张平命牌 死在这个一手上 一是个精水 唯一精水 那今天我拿个狼 你就女巫死在我手上 好吗 一号玩家 我觉得特别爽 报复心就膨胀了 可以 12号玩家 你先发言吧 你们这些人怎么 听到发言啊 其实那个发言 都爆肺 还爆六精神 这个四啊 我的天 打个阴阳道 都能被骗到 他是一个全场人的狼人牌 你觉得他会站边 谁呢 跳个白痴 脑子呢 这个九还不是个狼 打的位置奇奇怪怪的 还能分票 我是个猎人 我跳来 我说出他妈的九 我什么时候说过 分票出四了 我说我站八的鞭 你们后面掰我发言 说老子分票 我分什么票啊 我说四吃毒 国服第一翻车王 兄弟 再想想 我觉得十一是个狼 我觉得十一是最后那个狼 如果 因为他的发言 因为他的发言 跟所有的 没有啊 二四七十二四七十二四七九啊 没有啊 哎 你是个好人 打错了 打错了 哎 因为因为是这样的 因为他妈的这个这个人 所有的偷偏逻辑都站边那个二 还要打我是个狼 站边那个二的一张牌 最后跟着我变票了 还蛮优秀的 哎 老党 对不起 投票挺优秀的 投票挺优秀的 这个他们的雕虫小记没有逃过你的法业 好吧 那二四七九 那不是你们拍刀啊 不拍刀算了 那就一个一个腿吧 过了 我还能发言呢 谢谢谢谢谢谢 不是你 哎 我都告诉你了 先把四出了 嗶嗶那么多干嘛呢 又站边又站不准 哎 初四是不是百分之百我们出个狼 是不是初四我们百分之百出个狼 这就发言说了五分钟 就说自己是个好人 不是这种被查杀不跳身份的还能不是狼吗 就初四呀 哎呦 我我真的是底牌不是个枪啊 我是个枪 我一定把四那个 我都告诉你了 他的心态一定不是个好人 就好人不是这种心态 怎么打他都是个狼 对不对 那么不出那没办法 不听 没办法 哎 我在莫之后发言 我就跳个枪把票结了 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 我认为四是个定匪 就是狼人杀呢 是要有格式 但是也不一定要 就是死 死刃这种死理 真的 什么 哎我跟你说啊 还有一个道理 是一定不能出一的 就两个女巫对跳一定是出原家 知道吗 两个女巫对跳一定出原家 因为女巫对跳就就升级为原家PK 这个你总总能懂吧 我还我还在想没有女巫跳我总归出九了 结果我跳了个七 我想着二八里面投 怎么怎么能归到一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能归到一 那为什么出九呢 因为我觉得九发言报废 我觉得似一样道工 就这么简单 过了 你还记得你还记得七跳女巫的 我拉过来 不好意思宝哥 宝哥不好意思 我忘了那个谢谢给我点饮料的KS的小宝贝儿 还有那个还有三三帮我点的毒药啊 谢谢谢谢谢谢 是的 是的 宝哥继续 宝哥继续 不是不是 你还记得七跳女巫的时候 我跟你说一句话 说这个七跳个女巫 就为了骗六给六报个饮水 说六你投资我投资 我说我说我一定会投资 因为这样的话 我这一轮就可以嘲讽六 我管他六 反正只要六说出一 我一定帮他把银鞋给干出去 这一轮就可以跟六说 这个七都给你报饮水了 通篇所有的发言 对着你六狂骗 你能被他骗 我哎兄弟我再说一句 我是不是抬了你一手 在你抬投票举一之前 我说别投一投九 我说他郎 我给你比划了一下 这个你投是真的 一票一差点 差点戳到李斯眼睛里 你知道吗 我现在说好好好 你想要发挥 我给你舞台 好吧 没关系没关系 这这局还能赢 还能赢 你笑 你抱二抱了 我让你抱抱两边 你让你让 你让 不是我 不是我是个好人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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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个一个个说我是个好人 这六你们为什么认为他是个好人呢 他是个狼啊 他是个冲锋狼 我是个好人 这个爸没验我啊 这个一是个女巫 有意思吗 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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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就你们就刀不刀三吧 反正反正有刺的就三那一刀你们刀不刀 就多再多刀一刀了三刀三刀了现在爆了一个剩两个了啊 剩三个了 剩三个了 先先刀第一刀第一刀 刀不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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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肯定刀一刀 三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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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五三刀三刀三刀啦 五四十一刀三刀三刀不刀 对 你要三刀三刀不刀 三刀三刀那你就吧 那那就那就刀刀 看三刀好 我对了他怎么不用呀 不不不不 剩两刀 别吵别吵了狼狈商量是这样 我觉得三刀不刀 不 不你听我说因为三刀 在好人眼里 因为你是个定狼,所以你跳了个白痴,一定不是个白痴,所以他不管跳什么都是跳,我觉得3倒不一定像个白痴,我觉得5可能是 我第一天就砍了5,我第一天就砍了5 532吧,532 这一句主旨就是看6投,谁6投了1,我觉得有时间结束了 532,312,312 是5吧,你是个白痴吧 我是个白痴 说了我是个白痴 我给你评了一下 我给你评了一下,我说你为啥不懂 我给你评了一下,你为啥不懂 晚上我们哪里去 你没点啊,你没点啊 我跟你说啊,发波言,发波言 那他说把我制造的 法官,你别喘啊 你别闭嘴,开了开子慢,开了开子慢 乱说要开子也陷入力 我没什么陷入力 他没什么陷入力 他习下来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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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比较矛盾的状态,因为我觉得9的发言其实蛮报废的 但是,我又觉得8在那个位置又凌空把4给保下来,我又不懂 他保4我不太懂,然后我又忘了,其实你说你聊了4,但是我没有听到你跳你屋说聊4 但是,你打的位置,可是你打的位置是2,5,2,4,5,7,11 你打的2,5,7,9,11,9是啥啥,2,5,7,9,11,你没有打4 这是我对你们俩,你真的 那他没有打他进狼坑啊,他打的5张狼坑是2,5,7,9,11 但是,我觉得铁蛋说的对我来说特别有道理 我觉得铁蛋说的那个4是个定匪,他在那个位置去站边8 我没分票出4,我说我2一定打4 其实可以分票出4的呀 出4的呀 对呀 你们这么时间发现送完票了,对合说不分票 万万万 我不喜欢这样投 哎,没一言 没一言,怎么就冤家你们,冤家你们投了 第二天,第二天起来,7分,8分 不是,我 我觉得铁蛋说的那个特别有道理 我觉得铁蛋说的那个特别有道理 铁蛋说的那个特别有道理 不是,刺票什么 给大家副下盘,把副盘打开 给大家副下盘,本周是让人排为2479 平民排为3,6,10,11 月人家排为8号 女巫排为1号 猎人排为12号 白痴排为5号 这一天,让人刀众5号把痴盘女巫就起 月人家宴9号让人排 上井环节,除了走10,11 其余玩家,呃,除了10,11 其余玩家全部上井 呃,投票环节 10号投给6号 11号投给2号 进行了第二轮警长PK环节 PK环节 6号玩家退市 2号玩家自动当省警长 白天起来 归票的时候 2,3,5,6,7,9,10 呃,归出了1号 女巫排 第二轻刀了8号 玉元家排 玉元家没有演人 心态有点崩 然后白天起来 狼队拍刀了 拍了3,5,10,2 呃,就是神都在里面了 她们有三刀嘛 两刀都中了神牌 所以然后胜利 观众的观看 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然后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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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